各位觀眾 今天要帶給你們的 是你們敲碗許久的字母歌交易包裹預測 那幫你們邀請到的來賓 就是近期非常難敲碗上我節目的Eric 哈囉 大家好 因為你現在來賓太多了啊 輪不到我們上節目 好 這邊跟你報告一下 我禮拜三應該會先出一支 我跟Alpha還有Gammy B錄的這個NBA小學堂 然後再加上我最近也有跟陳老師錄節目了嘛 所以老實說這個嘻哈圈 我現在也是略懂略懂 所以我建議你那個罩子是給我放亮一點 丁杯來敲你錄節目的時候 對不對 你就盡量給我配合度高一點 你說出一首Gammy B的歌 不要這樣子嘛 對啊 阿法說一首 我們何必這樣傷感情呢 我就問你陳老師以前跟誰搞Beef 陳老師喔 陳老師搞Beef很多的咧 我們的丁丁 我說嘻哈圈啊 紅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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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my B我找到 The Castaway Session 你不會講一個最簡單就實喬就好了啊 人家還有拿獎耶 你這個人 X的 Alpha 暴喜 自以為跟嘻哈圈幾個 錄節目就是嘻哈圈的人喔 沒有啦 主要是感謝這個NBA官方啦 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坐下來跟Gammy B還有Alpha錄節目 這是我這輩子想都沒有想到的 不要再跟我錄節目 在那邊吹噓好不好 煩耶 趕快開始啦 首先在整理字母哥的交易包裹時 我意識到一件事情 因為公路現在是2nd Abram Team 所以在交易字母哥的同時 他們無法搭配其他球員的薪資來做交易 所以像譬如說 大家都很想要看到的這個 Carl Anthony Towns交易案 就完全不可行 為什麼 因為他今年的薪資 實際上是比字母哥還要來的高的 那所以我就先跟各位講解一下 就是過程中我在整理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艱難的啦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容易 那首先第一個交易包裹啦 當然就是目前全聯盟資源最多的球隊 OKC雷霆隊 那這邊雷霆送出的球員 是 Ludor Chad Hungram Aaron Wiggins Alex Caruso 以及3張手輪籤 那這邊要跟各位解釋的就是 Aaron Wiggins的部分 要等到12月15號 才能執行這個交易 那身為雷霆的忠實粉絲啦 Eric 你想不想看到雷霆隊拿下我們的字母哥呢 其實沒有很想耶 我在我們節目就有提到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找字母哥來的話 那我們就是組團不是嗎 但是雷霆向來都不是偏組團系列的啊 Maybe可能那個時候交易來Polgers 算是好了 但是那個時候的Polgers 也沒有像Aaron現在這麼強 然後我覺得他們應該用他們現在這個陣容 靠自己 劍隊起來的然後去拼一個冠軍 就我覺得這樣才可以實踐 Saint Presti 的劍隊概念 所以其實我個人沒有很想要Yanus來 但是我也必須說雷霆是最有機會的 因為身為一個重建的隊伍 我說公路你今天要交易Yanus就是要重建嘛 那雷霆什麼沒有 就是選就選得最多啊 同時你們還擁有最吸引人的年輕球員啊 那就是Chad Hungram 我相信假設公路隊要交易字母哥 一定是要拿回一個年輕有潛力的球員嘛 那放眼望去全聯盟 我想不到聯盟裡有任何一支球隊 在滿足公路隊選秀籤的同時 還可以補給他們一個 這麼有潛力的年輕球員 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我們這個交易包裹裡面有Chad的話 那絕對不可能成真 為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交易包裹很多是放J-Dub 或是Dort 然後還有選秀權嘛 我個人很喜歡J-Dub 然後他算是被我譽為下一個Paul George的概念 因為畢竟他的傳球視野其實是滿高的 但我覺得以Chad Hungram現在的表現來講 Maybe他可以成為比Yanus更好用的球員 所以我不覺得雷霆會放Chad Hungram 不是 這邊麻煩我跟你報告一下好不好 我們字母哥是拿過兩屆MVP 也拿過DPOY的球員 我不知道你對於Chad Hungram的預期是什麼 就算他再怎麼有潛力啦 你覺得他的球員生涯 是可以在拿到MVP的同時 還可以拿到DPOY嗎 我覺得你不能這樣講 因為如果今天Yanus來了 你覺得Yanus在雷霆隊 他可以拿到任何一個獎項嗎 他可以回到那個水準嗎 他不需要回到那個水準 他如果今年來到雷霆 我跟你講雷霆就是直接總冠軍 沒有什麼好說的 他搭配Share再搭配J-Dub 沒有總冠軍 我隨便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這個搭配 機率很高 但是雷霆絕對不會願意交易Chad Hungram 真的啦絕對不可能 不知道為什麼嘛 你給一個理由嘛 Chad Hungram他的天花板再怎麼高 難道會比已經拿了兩個MVP 跟已經拿了DPOY證明過自己 Got you bitch 乖乖乖乖乖乖乖 同時還拿過FMVP的志姆哥嗎 他是已經證明過啦 但是我們不知道Chad他的天花板 到底在哪裡啊 我的意思就是 他的天花板再怎麼高 不可能比志姆哥高啊 我覺得有沒有比Yanus高 如果你比獎項的話 我同意他可能沒有辦法 像Yanus拿這麼多的獎項 但是我並不覺得他的技術上面 會比Yanus差 我想要講的是 因為Chad Hungram的未來 我覺得是非常看好的 而且他現在的表現也比文梅Yam還要好 所以如果以這個情勢看下去的話 他一定可以成為一個 like maybe 聯盟Top3的球員 在未來好了 那為什麼雷霆要為了這個冠軍 然後去把他交易掉 志姆哥現在就已經是聯盟Top3等級的球員啦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已經是了 而你現在講的東西都是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啊 而且加上如果他來雷霆的話 他就沒有三分啊 那他要怎麼打他們現在打的戰術 他沒有辦法打5號 他就拿了球之後就切進去這樣嘛 Yanus的打法 他已經不是以前的Yanus 所以他是可以被守住 他是可以被破解 如果他們那一年剛奪冠完之後 然後你說哦 Yanus來雷霆 然後Chad Hungram 或者是whatever who好了 我都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我覺得Yanus現在的打法 隨著年齡的增加 他的實力只會慢慢掉下來而已 而且他的外線並沒有開發出來啊 這個也還不是他的go to move啊 不是啊 這永遠不會是他的go to move 但是你講的所有東西 包括Chad Hungram以後 未來有機會成為聯盟前三強的球員 這些都已經是 字母哥目前達到的水準了啊 而且他現在還是在他的巔峰期 你基本上 give up一個Chad Hungram 你留住Chad Hungram的原因 是因為未來這個陣容有機會奪冠嗎 字母哥現在今年來 馬上就是冠軍 那我不太確定在等什麼啊 不管怎麼樣啊 總結一句話 我認為如果可以的話 雷霆隊應該要give upChad Hungram 那Eric這邊就是覺得雷霆不應該give upChad Hungram 而且我覺得如果Yannick這個賽季如果真的交易來了 也沒有辦法多管 That's it 那歡迎大家留言在下面告訴我你們的看法 好那接下來是各位永迷期待的這個 勇士交易包裹啦 我必須說我家Garley如果搭配到Yannis的話 那真的是天作之合啊 有沒有可能在他退休前再拿來做冠軍 還真的不好說 那勇士隊的交易包裹就擺在這啊 名字很多我就不一一念出來了 簡單來說 重點球員就是Jonathan Kaminga 跟我們的Brandon Brzezinski 以及兩張手輪籤嘛 那關於這個部分 Eric你是怎麼看的呢 我個人也很期待Yannis跟Curry搭配啦 但是如果勇士做這筆交易啊 那就只能win now 如果交易過去兩年到三年內沒有奪冠 他們就爆掉了 因為他們就沒有未來 不是啊 什麼錯覺讓你覺得勇士不是win now 就是我家Garley跟水綠再打還有幾年 他們本來就只剩下大概兩三年啊 所以win now不是很符合他們現階段的需求嗎 他們現在讓我看起來 跟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他們還是想要培養一個未來心啊 所以Kaminga不交易 POS他也不願意交易啊 maybe他們可以在未來 再扛個maybe兩年 讓他們戰績不要太長 就以現在這個情況來講 他們也是要win now好了 但他們可以不奪冠 因為這個陣容 就奪冠了才奇妙 但如果Yannis來了 他們沒有奪冠的後 我個人覺得對Curry生涯很傷耶 首先我不知道公路隊有沒有意願把他交易到勇士 但假設勇士隊有這個機會 可以用這些球員搭配兩張手籃錢 去換到志武哥的話 那麼我認為是絕對要換 因為這是Garley最後奪冠的機會 那能不能一定有冠軍 不知道 但至少他們可以晉級成為唏噓的contender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你是不是很討厭志武哥還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意識到他現在在聯工的地位啊 因為我感覺你好像不是很看得起你的希臘神殿 沒有他很強啊他很強啊 我同意他去跟Curry搭配啊 我只是覺得勇士這波操作就是 真的是完全win now系列 就蠻傷的 但是也可以滿足勇迷的期望 但我個人不覺得他們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Pojensky加上Kominga 就是他們兩個實力就算加在一起好了 我覺得也沒有辦法到達Yannis這麼強 哦所以你覺得是公路隊這邊不會換 不是勇士隊這邊 然後選秀權不夠多啦 對 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論選秀權真的沒有任何球隊 可以滿足公路的需求 除了OKC雷霆以外 還有一隊 籃網隊 不是啊 籃網隊沒有球員啊 你籃網隊整隻打包給公路人家都不要好不好 是你講這麼小啦 好 那再來是這個胡仁的交易包裹啦 那這邊胡仁送出的球員是我們的 AB Christian Wood Max Lewis 以及我們的Bronnie James 搭配一張2029的手輪錢 那關於這個交易包裹 你覺得老詹有沒有可能用自己最好的搭檔 搭配他兒子去換來一個 現役Top3等級的球員呢 我覺得如果要換的話 認真要換 我覺得要AD跟字母哥單換 沒有辦法 他們一定要這樣換才能符合這個薪資需求啊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胡仁就是虧 所以胡仁會不要換 以AD目前的表現啊 我覺得他們兩個強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為了要換你字母哥 我還要貼手輪 我還要把我兒子給你 為什麼 單換的話我們可以考慮 欸我認真覺得這集出來你會被炎上 因為你每一個交易包裹 你都是感覺有點輕視我們字母哥的地位 欸不是 等一下 AD現在是全聯盟得分最多的人耶 對 可是你要想的是就是有任何人把AD排進聯盟Top3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啊 Yanis幾乎每一年都是聯盟Top3等級的球員喔 我完全理解AD的問題在哪裡 但是我覺得以目前這個賽季看下來 他只要持續表現下去不要受傷 我覺得他會是MVP候選人之一啊 我們講這個賽季就好 不要講之前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以目前對我來講 他們的戰績 他們的實力 如果要交易 要單換 那我反而是不會糾結在這兩位到底值不值得單換的部分 我反而在意的是LeBron會不會想要換他的兒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他可能是最重要 Are you serious? 那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把他兒子丟進這個交易包裹 絕對不是為了騙點月片流量 不信的話大家自己去這個網站模擬一下這筆交易 你不丟Bronnie James 這筆交易是完成不了的 因為胡人這邊沒有其他球員的薪資湊起來 是可以交易到字母哥的 所以Bronnie James是必須包含在這個包裹裡的 那基於老瞻必須要跟他兒子同隊的立場 我認為這筆交易不會成功 是在這邊 否則的話你拿AD加一張手輪 來跟我換字母哥 我是老瞻的話我換爆 我真的換爆 你說我會被沿上 然後你剛剛在那邊唬爛一番 我沒有唬爛啊 真的啊 Bronnie James一定要在這個交易包裹裡面 我說我同意他要在這個交易包裹裡面 但是我並不覺得LeBron有一定要跟他兒子同隊 而且他們已經同隊過了 這個歷史的紀錄已經在LeBron身上了 我覺得LeBron要的就是 For the rest of his career Play with Bronnie 我覺得他就是要這樣 林北就是要一個滿一送一的概念 因為老實說 如果Bronnie因為這個交易 去了密爾瓦吉公路 他很有可能也是直接被殘掉而已 所以站在一個保護兒子的立場 我覺得LeBron勢必是要留住他兒子 我只是覺得Bronnie需要離開LeBron 才有機會發揮啦 加上他現在又準備要下方去G-Lead 我覺得要在G-Lead先摸一下 我覺得這部分很危險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一旦離開他老爸 他可能就要離開聯盟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確實他必須要離開他老爸 他才能學習這個獨立自主 但同時他一旦離開了他老爸 他感覺又很危險 那最後我們來聊一下這個 騎士隊的交易包裹 一樣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為什麼是Evan Mobley搭配一些角色球員 而不是Evan Mobley搭配Darius Garland 原因是他們兩個的薪資加起來就已經比字母哥多了 而公路隊這邊無法拿回比字母哥更高的薪資 因為他們已經是Second Abram Team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沒有把Darius Garland 跟Evan Mobley加起來做這個交易的原因 那騎士隊的這筆交易啦 除了無法丟Darius Garland以外 我認為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陷 就是他們在手輪籤的部分 唯一能拿出來的只剩下2031的手輪籤 所以站在公路隊的立場 可能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但是他們至少可以拿回來一個 值得培養的Evan Mobley 所以邏輯上是這樣 尤其是考量到今年騎士的戰績又這麼的好 他們應該會想要衝一波冠軍吧 差別只是在於說我不確定這個包裹 能不能夠滿足公路隊的需求 那關於這個部分 Eric你是怎麼看的呢? 我個人覺得如果是騎士 這個時候當然要換啦 因為他們這些球員整體的實力加起來 目前還是完全沒有超過Yahus 那我個人覺得公路這邊 不會願意的點 就像你提到的是選秀群 因為他們自己現在的選秀群 也只剩下2031了 所以他要等那麼長的時間才可以去選秀 我個人覺得這不是他們想要的 就算我有一個好的球員可以培養 那又怎麼樣? 這樣子看下來啦 我是覺得這個交易包裹有點一面倒 就是好像完全是in favor of騎士隊 而不是公路隊 所以邏輯上來說 感覺公路隊這邊會拒絕 尤其是如果他們可以從雷霆那邊拿到 更多的選秀權跟Chattongram 好那最後Eric我想問你的是 這四筆交易看下來啦 你覺得哪一個交易最可行呢? Let's go with 勇士 我想看Curry加Yannis 我其實是想看 你就是不要看到雷霆那邊送出Chattongram就對了 我不想啦 我喜歡我們現在的陣容 好啦那我認為雷霆如果有機會拿到字母哥 在不出SGA的情況下 是一定要去做這支交易的 因為SGA搭配字母哥不囉嗦 就是直接衝擊總冠軍的陣容 我的想法是這個 而且會是冠軍的favorite over賽爾提克隊 好那最後就是交給觀眾去評價 我們這些交易包裹啦 那今天的影片也就到此告一段囉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